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日本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,却屡攻不下这个地方,还伤亡五百余人。 原本文作者张宪文,《飞升国际》的中国近代式泰斗,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,继我努学社荣誉社长,继我努沙龙奖演嘉宾,日军占领平津,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袭,也激起了中国人的抗日热情。 日本内部再次对战争前途发生分歧,温和派任应限制战争规模,否则日本将陷入一场抗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之不能自拔,而强硬派则狂妄地断言,中国不堪一击,可在三个月灭亡中国。 结果,强硬派的主张占了上风,日本遂调集大军对华作战,走上了全面战争的道路,日军所以断言能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事,基本判断是在此夕能以重兵,歼灭中国军队的精锐,攻占政治经济中心地区,因而采取了速战速决战略。 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开战,沿铁路线长驱直入,夺取具有战略影响力的中心城市,并乘机消灭中国的主力部队,为加强华北日军的力量,先后从国内紧急动员了第五、第六和第十共三个师团赶赴华北增援,企图以大兵压禁之势沿平汉县,金浦县快速南下,与中国部署在平津以南的部队进行决战,将其击败后进入保定, 独留镇一线,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边,大本营路军部摘役上,第339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7年4月版,在四激南下与华中日军会合,平随线方面,日军原指计划派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,集结在南口和北平之间,监视该方向中国军队的动向, 使情况变化占领南口,以保证平汉县作战时的用意安全,最初,关东军曾数次要求进攻平随县,以彻底安定华北,巩固满洲国的基础,被陆军部已并非当前知己物为由加以否决,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边,大本营路军部摘役上, 第339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7年4月版,平随县是连接华北西北的大动脉,该线上的南口,是阻止战火燃到山西的屏障,又可与平津日军以威胁,张家口是西北重镇,中国方面预计日军会沿平随县西藩,故对此县的防卫颇为重视, 蒋介石在7月30日致电随原省主席副作义,对局势作如下分析,平汉县与金浦县之正面作战,若不从查随方面相比策备攻击,则占无了局,蒋介石致副作义电,1937年7月30日,在作战经过, 二、第八十夜,四日,他连发数次电报,布置查省防务,他令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,第十七军军长高贵兹急速率部入查,协助查哈尔省主席,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,准备平随县的作战,便称比部队一道,即可随时进入阵地做工,不止备时,总需我部队阵地深勾框豪,使迪西与唐坦克不能侵入阵地, 蒋介石至毛树可殿,1937年7月31日,在作战经过,二、第九十六夜,命令刘汝明,从速江平随县青龙桥、八达岭等处各要点铁路诈尾,物使迪利用,蒋介石至刘汝明殿,1937年7月31日,在作战经过,二、第九十七夜,8月1日,蒋介石命令组成第七级团军,从隋远和山西增园平随县, 为副作义为总司令,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,汤恩伯所和杜月生,由八月初,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,向南口附近开进,由于沿途洪水爆发,日军行动稍缓,使中国军队有了少许构筑攻势的时间, 8月8日,日军迁余人在重炮掩护下进攻南口,中国士兵平显抗击,展开激战,日军采用了多点攻击战术,除第十一旅团主攻南口外,第五师团一步绕出南口背后的居庸关,镇边城等处,关东军的查卡尔派遣兵团,经张北直攻张家口,大警支队从北方扑向延庆, 另有一盟军在商都一带频繁活动,牵制中国骑兵第一军,其目的是要截断平随线,各个击破中国军队,迅速结束该方面战事,保证金浦,平汉线作战的顺利展开,日军八日的进攻被击退后,重新调整部署,于十二日不小,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,当天,五千日军在飞机、坦克、重炮掩护之下, 同时向南口及其附近的德胜口、虎玉村、苏林口一线阵地全面进攻,中国守军顶着猛烈的炮火、顽强战斗,在敌人重顶攻击的南口阵地,中国士兵深陷交土,在残缺不全的攻势中作战,誓死不退,日军凭着强大火力,一度冲入南口阵,但当晚中方击组织逆袭,成功地将敌人驱出,守住了南口,此一中日双方, 各伤亡五百余人,张宪文,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,第四十五页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7年6月版,张宪文等,中国抗日战争史。 第二卷,全民族奋战,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,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,北京,化学工业出版社,2016年版,编辑,林小静。